委員早晨 夠時間又夠人了 那我們開會了 議程的第一項 上次會議到現在發出的文件 有教育局就校本管理政策專責小組的報告 提供的資料文件 這份資料文件 教育局沒有要求討論 不過如果哪位委員覺得也要討論這個校本政策 將來我們都可以放在議程上 第二 張國均議員在6月1日 就幼稚園中小學教科書教材制裁事 而發出的術涵件 張議員就要求我們開一個特別會議討論 張議員你想不想說幾句 好 主席 麻煩 正如 我想各位委員都手上 應該有主席給傳閱的一封信 其實主要的情況 我都比較詳細地在信中描述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們在1月3日的教育事務委員會上 已經通過說會召開這個工作小組 但之後雖然開了兩次的會議 但我們現在連提名的階段都未進入 而在上次最後一次的會議裡 有議員都問主持會議的梁議員 究竟有沒有一個具體時間表 他都說是不會有任何具體時間表 所以可以這麼說 在本屆立法會完結之前 可能這個工作小組都不能展開任何實際的工作 所以當然了 我都要避免不必要誤會表明立場 雖然梁議員在主持會議當中的表現 我沒有信心 但我都期盼他繼續進行他的選舉小組會議的工作 但我們都不能讓這件事就這樣 在今屆在完結之前是不了了之 所以我就出這封信 希望主席能夠 如果我們這個工作小組 既然不能夠開展工作 不過開展工作 不能夠選出主席 我希望我們都要負責任 在教育事務委員會裡召開一次特別會議 去處理這個工作 向社會在本屆立法會會議完結之前 是能夠有一個交代 其實秘書就安排了一個時間 下次的小組委員會會議 不過我也是同意 選主席 我想選到七月尾都選不到 而且說真的 我很不同意 為何候選人要介紹政綱 因為做主席 最重要是公平執行過議事規則 為何要介紹政綱 又不是去參加直選 所以我也是會安排另外開一個會議 黃碧郡議員 主席 我反對這個做法 因為我們也是在委員會裡通過 當然是建制派議員支持的 就說要成立一個小組委員會 每人三分鐘 去跟進教材 教科書等評審機制 既然已經成立了小組 就應該交到小組去討論 不可能現在秘書都已經計劃了 安排下一次的小組委員會會議時 同步我們又在教育事務委員會裡 又安排一個特別會議去談 我覺得這樣很不合規矩和程序 至於再開一次 下次小組委員會會不會解決所有問題 大家都知道解決不了 因為問題就是 這一些立法會的工作 七月中也結束了 就與我們沒有成立小組去處理 只不過是時間心不逢時而已 10月後如果有機會回來立法會就繼續 如果大家想真的覺得要做 如果你說要開特別委員會 其實我們很多事情要開特別委員會 你今天放在校本管理政策的小組報告 文件都寫在這裏 但我們連討論的機會都未有 如果張國軍議員認為要開特別委員會 我覺得首先要討論現在已經文件齊備 反而我們未有討論機會去談校本管理政策 就比我們已經生了小組委員會出來 現在又安排同步做一個特別會議 我覺得我們是解釋不到的程序上 多謝你的意見 剛才我也說了 教育局想就這樣把資料文件來算做 我覺得校本政策也很有問題 其實應該去討論 剛才我看到幾位議員舉手 梁美芬議員 就張國軍的建議就哪位議員想發言 OK 梁美芬 鄭穎迅 邵議員 張議員 毛議員 還有業副主席 我畫線了 時間關於兩分鐘 好主席 我們的教育千瘡百孔 其實不應該分建制泛民反對派 大家應該集中一致 正是現在我們教育制度出了的嚴重問題 其中我們在過去這麼多年收到多少家長 特別是今年經過去年披露揭發出來的那些教科書 去到幼稚園都可能會煽動仇恨 很多家長跟我說 他們很擔心小朋友在香港讀書 將來成長成為一個非常不開心的人 這些已經是很普及的憂慮 大家認為要成立小組了 但是很可惜 我們對於現在的小組要選舉到內會的經驗 就寥寥無期 索性我希望主席就英明果斷 在這裡起碼給一次機會 我們有一個特別的委員會 討論了這個問題 就不要寥寥無期 在這裡浪費時間在選主席 那個小組是不是需要再去討論 我們都要重新考慮 但是教育事務委員會可以擔起這個角色 至少家長市民的關注 能夠透過我們不同的議員表達出來 鄭永迅議員 各位主席 我也是同意張國軍議員的提議 以及主席剛才你的決定 過去我們收到很多家長 對於現在中小學的教科書的內容 是有擔心和質疑的 我覺得要做一個澄清 也應該需要有一個會議大家去討論 我個人覺得沒有問題 可能有不同的意見或不同的想法 不同的政治的想法都不怕 最重要有一個委員會開 或者一個小組可以開得到 大家看到正正上一次 那個小組連開會都開不成 又在這裡選主席 已經選了兩次會議的時間 其實根本大家都知道是做不到的 所以我自己都很希望透過在教育委員會 開一次會議 我亦不同意提望給文議員說 沒有迫切性 其實現在也有一個很大的迫切 既然是社會都是關心的 為何我們不可以大家去討論一下 究竟那個教科書的內容 可能是完全沒問題的 可能他們做一些專業的時候 他們也有他們的做法 他們就過來解釋一下 究竟他們怎樣去選取他們的材料 怎樣去做一個決定 怎樣去下落去的 教育局也可以解釋一下 他們怎樣去審批那個過程 也可以清楚地解釋 向市民公眾解釋 不要令我們那麼多家長有疑慮 因為我們的小朋友 放在學校 就是一向都相信學校 相信老師 但是現在似乎 令到我們很多家長都非常擔憂 我覺得應該有一個迫切性 還有一個需要性去處理 謝謝 謝謝鄭議員 邵家俊議員 謝謝主席 邵家俊 謝謝主席 對不起 要解決鄭永信議員的看法 或者林美芬議員的急切性 我覺得如果你說在教育事務委員會 我們將議程調整一下 有一個議程是討論一下這個教材研究 這個研究教材的問題 我覺得這樣可能已經在解決了 我們現在討論的問題是 當我們現在成立了一個小組委員會 接著我們又說他選不到主席 於是我們就要越左代跑 接著我們就立刻要自己開一個會 去選主席 我覺得這個在程序上是很不合當的 另外就是張家俊議員 去講梁耀忠主持的時候 有兩個說法我覺得是需要留意的 第一個說法就是 他自己重新立場的時候 他說對於梁耀忠議員 做主持的能力是缺乏信心 我覺得這個評論是不適當的 我們對於議員們誰做主持 他有沒有能力 我們覺得這些不需要這樣說 我們應該尊重主持 尊重主席 第二點就是當張家俊說 梁耀忠議員在主持的時候 他說沒有時間表 這跟我的記憶是有所不同的 他沒有 我知道有同事不斷問他有什麼時間表 但是他的說法就是 現在還在做 現在還在進行 現在還在處理一部分 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 第四部分 就是這樣走 你期望的時間表是怎樣 幾月幾天就要選到 幾月幾天就要開完什麼會 大家是對時間表 可能那個理解是有所不同 但是是否等於沒有時間表呢 這裡可能有需要的話 可以看大 張超雄議員 主席 我反對張國軍議員的建議 我也覺得要開這個名字很長 研究幼稚園中小學教科書及教材編制小組委員會 其實是一個很偏頗的工作 為什麼叫偏頗 你看看他的職權範圍 就叫做 研究幼稚園中小學教科書及教材編制的監管和相關事宜 包括了要審視現在校本管理政策 對教科書及教材編制的監管和影響 主席 我們一直都以為這些所謂的監管和編制 政府有很多的制度在這裡 現有的已經走了很久 也不見得現在的教材編制 要我們立法會 搞一個小組委員會去管這些事 如果有個別的教材或教科書出了問題 就在現有的渠道處理 這件有什麼大件事 現在我們把新的手進入幼稚園和中小學裡 去看看他如何編制教材 老師如何編制他的教材 我覺得是完全不適當 我們還要開一個特別委員會 好心 如果你有一個政治目的 你要這樣去做的話 我不想在這個議會上去搞 你在外面搞得夠 我們不應該用這個議會的資源 去將這些事 將政治的手伸進我們的小孩 不要搞我們的小孩 毛孟靜議員 謝謝主席 我對張國軍說明 他說他對梁耀忠主持會議沒有信心 這些說話是非常無聊的 那又如何呢 正如我會說 我對梁耀忠主持會議也沒有信心 說了那又如何呢 事實是我們開會有一件事 叫做dual process 是一個正當的程序 你剛才說 你也反對你作為主席 認為我們現在去選的小組委員會的主席 是不需要說政綱的 因為都不是參加直選 說什麼呢 參加直選就一定要有政綱 那些功能組別就不需要 這些說話是非常無聊的 我自己個人根本就認為 這個什麼小組委員會是不必成立的 毛議員 你扭曲了我說的話 你扭曲了我說的話 好 等一會請你澄清一下 可能我真的誤會了你 你說有迫切性我又不覺得 因為我理解有家長真的 一下子就直接寫信去教育局 是投訴小學有IT課程的內容 如此者般不適合 立即有教育局的官員 上門去學校調查這樣那樣 你要投訴就已經有很大的渠道了 而另外有家長跟我投訴 說有老師出的英文試題是錯的 我看一看就不是錯的 有保留餘地是可以的 可以安撫家長 我說沒事的 你不用擔心 小朋友不會學錯英文 老師這裡不是錯了 可以有更好的表達感 有什麼那麼迫切呢 所以真的非常多餘 葉建源議員 主席 主席 我覺得已經有一個委員會在處理中 如果我們現在又做一個特別會議的話 這個就是重複的 在制度上 我覺得沒有理由我們的議會會做一些這樣的情況 第二就是 在我們的委員會裡頭 其實教育問題有很多很重要的議題 其實都應該是值得談 如果現在是臨近這個會期的尾聲了 我們這麼多樣東西不說 為什麼抽這個出來說呢 那個迫切性有多大呢 那個重大的意義 是不是真的這麼大呢 現在在教科書教材等等的問題上面 如果大家覺得是有問題的話 其實是有渠道 有制度可以處理的 所以現在我們見不到有一個很大的迫切性 如果你說我們要談的事情 舉個例子 譬如說今天我們其中一個題目 就是講芬蘭教育的考察 其實我們考察團的成員 都渴望了有這樣的交流很久 但是我們本來最初 只是逼佔很少的時間分配到這裡 我們如果要談的話 我覺得我們這類的題目是多的事 為什麼要選這個題目呢 我真的完全不理解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問題上 我們沒有必要特別開一個整個的會議 來去談這個問題 我想要表達的就是這樣 謝謝 我自己也說了幾句 第一我認為是有迫遲性 因為我本人也收了很多家長投訴 寄了很多教材給我 說很多教材是不符事實 抹黑甚至挑起仇恨 家長很擔心 第二 其實我們第一次討論這個問題 楊潤雄局長也說過 說他的教育局 不可能審批這麼多教材 第一個都知道通識是不送審的 最近才自動送審 第二 老師教教一下 又會做一些工作址 又會下載一些新聞 楊潤雄局都說了 他沒有可能監察完 所以我們收了很多家長的投訴 甚至有書商向我投訴 說有些學校基於校本的制度 他又弄一些校本制裁 就是用了他有些少許的 認為是差不多侵犯他的版權 將人的書東抄西襲 另外我也是很關注我會跟教育局說的 有很多人告訴我 讀常識班已經說香港是三權分立 這是完全錯誤的 我不明白為什麼那些偏讚教科書的人 會做一些這麼錯的政治理論錯誤 這些全部都應該討論的 我不反對這個芬蘭考察報告討論 我也有很多意見 不過既然我們短期內都選不到主席 我覺得給一些時間討論這個重要的教材 也是有需要 張國根議員 你想不想就這個議題進行表決 好的 但我要求打中 打中 打中 主席 張國根議員寫信建議 在我們的教育事務委員會討論這個議題 但我不太明白為什麼要表決 即是如果我們每個議員提一個建議 或者寫封信給你 那你又在我們這個會裏表決一番 我覺得沒有這個必要 為什麼要表決呢 那看看個別議員有沒有這樣的要求 譬如說開這個會 我全月問你們開不開都可以 是嗎 都可以 現在我們連這個motion都沒有 即是你那封信而已 都不是一個motion 那motion就是我們贊不贊成開一個特別會議 去談這個交科書 那這個是誰提出的呢 即是這個motion 是主席你閣下提出還是誰提出 我問了張國根議員 他也有封信在 那封信是motion 不是很奇怪的 主席你這樣處理這個所謂一封信 就要大家投票 陳凱欣已 主席我想這個題目 如果每個議員都有不同意見 我想可能是投一個票表達 我們想不想有這個特別會議 都可以問你們都表達了你們反對 或者我們都可以想有支持 用一個投票的方法表達大家的意見 因為其實今天還有其他議程 所以如果我們要決定 究竟開不開一個特別會議 其實諮詢議員的意見 我都是用一個表達舉手 要不然我們就不停討論 下面的議程就不用討論了 我覺得純粹是表達我們想不想 如果他想的話 那接著就看是不是安排 純粹想表達我們想不想開特別會議 那我想用一個舉手來 我又不想浪費主席時間 我純粹想表達我想不想開一個會議 然後再看看秘書處和主席決定 什麼時候或者是否開了 可以不可以 謝謝 毛議員先說 謝謝主席 這個我是真的有點混淆的 我想我們會議秘書 甚至是我們的法律顧問說一說 現在這個程序是否真的合適的呢 我不懷疑你為什麼要投票決定什麼 但是那個程序上的問題是頗為清晰的 是有問題的 你不可以並無動議之下 隨便問問誰 他認為需要投票就投票 你問了張國軍 為什麼不問問我呢 實在是動議內容是什麼呢 投什麼票呢 誰提出呢 是嗎 是呀 支持什麼反對什麼 棄權什麼呢 好 張國軍議員 主席 當然了 你說是否召開特別會議 我覺得其實主席是有權 去聽完意見之後決定的 當然了 剛才可能你聽意見 你發覺都有兩種不同的意見 所以你問就問我 我當然覺得既然大家不同意見 充分表達 就透過這個過程是最好 當然最終的決定權都是主席道 如果反對派的同事認為 用這種表達意見的方式 他認為不能接受 我覺得是可以把權交給主席 你去決定 是否召開這個特別會議 黃碧雲議員 主席 我剛才發言已經提出了一個程序公義的問題 我覺得你應該要請法律顧問出來解解 因為我們委員會已經成立了這個小組委員會 處理這個所謂教材教科書問題 如果現在這個委員會工作期間 你又同步在這個事務委員會 搞一個特別會議 是否違反了在程序上 我們一貫的做法和安排 如果你真的這樣做的話 法律顧問要先解解 另外也要處理 因為這個小組委員會還安排了會議 除非將國軍議員 現在我們大家同意取消委員會的工作 即時終止 然後代之以一個特別的會議去處理 如果不是的話 我覺得我們這樣同步走 程序上是不合理的 我不認為有法律的問題 麥美娟議員 主席 其實同事既然不喜歡投票 不想用投票 那就主席你自己決定 不如我們不用投票 主席決定 以及為了一個特別會議的議程 即是不用只講教材 可以講其他事情 就等主席決定 這樣我再澄清一下 張國軍就沒有說 不讓梁耀忠主持 繼續他的會議 你可以繼續安排會議 繼續選主席 選到7月中都選不到 那就玩完了 我們沒所謂的 最多陪你玩 但是 今天有個議題就是 安不安排一個會議去談 我想知道各位議員的意見 好讓我作出決定 所以我想請各位表示一下你們的態度 剛才打完鐘了 如果哪位贊成的呢 就請你投票 如果你不贊成呢 如果你不贊成呢 如果你不贊成也可以不投票 就是 投票 就是 開不開一個特別會議 處理教科書教材的問題 現在可以開始投了 請你說話 請你說話 陳議員請你各方面 斯文一點 現在是投票了 請開始投票 不是 就是我們 成程立一個會議 來談這個 教科書教材的問題 我覺得不要再浪費時間了 如果各位想投票 就投票 張國軍議員 你現在立刻寫出來 究竟誰要投票 你說什麼 其實不用寫出來 不用寫出來 主席 我想其實這不是一個動議 我想這是給大家聽意見的 所以我現在可以讀一次出來 我建議主席在工作小組 展開工作無期的情況下 召開委員會特別會議 開展有關教科書及教材的工作 就是這樣 現在是進行表決 請贊成的就表決 主席 其實挺無理取鬧的 剛才我們投票的時候 他就說要文字版 要知道投什麼 我清了講了之後 他就說 你說了出來 你是不是一個動議 就可以作為一些無謂的爭議 其實這些是一些無謂的爭議 阻礙我們今天的會議 就是這麼簡單 好了 好了各位 我現在要作出的裁決 誰贊成開一個特別會議 來討論教科書教材問題 請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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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禁民主 你們又不開心 我要處理不開心 我們快快去舉手 專搜 請舉手 請舉手 秘書會寫下 我要live 李升平 4 誰似乎 這邊你要喊 每次言 請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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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便不敢 請舉手 再來一次 你幾多次 好啦不想開這個會議的請舉手 這是沒什麼會議 這個討論教科書構才會的會議 特別會議 你們不要一天都拿一個法律顧問出來搞 十二位贊成,十二位反對,我會再考慮 那現在就是 十二位贊成,我剛才數了11位 我加上我自己,今天是13位 因為主席 主席同票 可以的,可以的 十二位,剛才十二位贊成,我贊成也是十二位 加上我13位 還可以 好,我們現在進入議程的第二項 主席 主席 主席歸程 怎樣 對不起 你一定是做的,你考慮 主席 對不起,請大家靜靜 因為我們理解,如果主席投票的話 他應該是投反對票 所以,如果你剛才投的票 你錯了,這個是錯的 請主席 請主席 如果我錯的話請請請請請 主席手冊說明的 主席有original vote 但沒有casting vote 這個是說明的 我 fro,請你根本黨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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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黨 請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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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i 電視頻 當做國主席 看我的書就知道 Mund Ann vender 當民主席 多數白 選他 主席 當他搭過 在第一次選舉後才提出Casting Vote 第二就是主席可否處理一下這個會議程序 人們一直在這個位置喊 聽不到你說甚麼 可否請同事吵架都逐個輪著來喊 否則聽不到你說話 我這個主席手冊3.31段說得很清楚 主席或主持會議委員 享有原有表決權 即是Original Vote 但沒有決定性表決權 Casting Vote 我沒有投到 我沒有投到 我也不會投 我也不會投 只不過我說我是可以投的意思 因為業議員說我沒有權投 所以我解釋 好了 主席 如果我理解 就是剛才主席說他有權投第一次票 根據主席手冊他讀出來的一段 似乎是 如果是這樣的話 議案並沒有通過 是12比12 好啊 那麼我們進行下個議程了 沒有通過 沒有通過 提提升及啟動補助金的計劃 我們請教育局的人員進來 請教育局的人員提升及啟動補助金的計劃 提升及啟動補助金的計劃 也就著兩項相關的撥款建議 是徵詢委員的意見 包括了向委員會的非本地成員提供籌金 以及推行一個自資專上教育提升及啟動補助金的計劃 我們因為張碧南教授曾經擔任主席的檢討自資專上教育專責小組提出的建議 教育局已經在去年11月改組了自資專上教育委員會 加強了他在自資界別事宜上的角色及地位 令他與公帑資助界別的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改組之後的委員會要承擔多項新的工作 包括了促進界別的策略性協調 審批自資界別的支援計劃申請 以及革新整體規管制度等等 我們會委任更多來自本地不同界別的人士擔任成員 也更加會參考教育會的做法 新委任了兩名非本地成員 令委員會能夠受惠於海外專家的經驗和國際視野 我們建議向該委員會的非官手成員 提供與教育會非官手成員同等的待遇和籌金 每名本地成員包括主席 每次出席會議是可以獲發215元的籌金 我們也計劃尋求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的批准 每年向每名非本地成員發放165,400元的籌金 與教育會的相關安排是一致的 另外我們也建議推行自資專上教育提升 及啟動補助金計劃 以提供財政支援 供自資專上院校發展 以及開辦設合市場需要 帶成本昂貴的自資副學位 在華學士學位的課程 以便他們… 是 為何有人按了按鈕發言 你也未輸 有些人是自動按的 很多人可以自動按的 其實一開始已經是人人按鈕了 是呀 等了很久 對不起 主席 請你們要發言的就按鈕 因為你知道很多會議 官員未進來 已經個個拼命按了 是嗎 你們都自動按鈕了 這麼少東西都要主席提醒嗎 不是 你是批准 不是提 你是宣佈的 不是提我 是宣佈的 請你們隨時按鈕 我們現在看到已經有六個了 包括我本人 是吧 根本我都是排一段 我沒有先過你們 毛小姐 請請局長繼續 局長 你要說多久 就快了 很快 請局長繼續 以便這些自資專上院校 建立一些具特色的精尊範疇 亦開辦能夠更加適切回應社會需要的優質課程 將涉及的非經常性撥款是12.6億元 合資格申請的自資專上院校 包括提供全日制經本地評審的本地副學委 在或學士學委課程的獨立非謀利教育機構 文件已經詳述了異議計劃的涵蓋範圍 申請資格 處理程序和準則等細節安排 一般而言 每個課程建議書的資助款項上限是4200萬 而超出上限的資助申請是會按個別的情況去考慮 委員會是會透過其中一個支援措施小組委員會 審核有關申請 就有關申請向教育局提出意見 如果獲得立法會批准撥款 我們這個計劃希望可以在2020年底 即今年的年底接受申請 我們在這裡很希望委員能夠支持上述兩項的建議 令到我們盡快可以尋求財務委員會的批准撥款 謝謝大家 現在有九位委員想發言 因為我們稍後有兩個項目 國際學校和葉建源副主席提出的芬蘭學習報告 我的時間也要掌握得好些 如果沒有人再按鍵就要劃線 就是九位了 每人四分鐘 第一位 陳振英議員 謝謝主席 其實我也是想問為這些非本地成員 支付籌金的標準問題 我第一個問題想問 政府當初為什麼寫得這麼死 自資專上教育委員會 只有本地成員有籌金 而非本地成員沒有籌金 所以這次才要補回 那時候寫的時候沒有留意到加了兩個字 還是有什麼特別考慮呢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雖然說這個籌金的水平和教支會現在相同 我想問有沒有評估過 165,400元一年 和海外同類諮詢組織的比較 是高還是低呢 另外第三件事就是 預計這些非本地成員 每年還要來香港出席兩三次委員會會議 還有再加兩三次小組委員會會議 如果他們來每次都有些旅費 例如住宿那些 那些開支是在這裏包賣 還是另外它有個辦法可以去報銷的呢 最後一件事我想問 如果是批判的話 他的籌金安排是追溯到去年的11月1日 但是現在這個項目如果就算是今天批判也好 還要排隊上財委會 大家都知道財委會現在已經塞車了 還有一個多月時間 如果真的到今屆財委會完結之後都撥不到錢 可能要等到年底了 就是說這個撥款和追溯 時間差不多要超過一年或以上 會不會對這些非本地委員太過不公平 你要補給我 但是這麼長時間才補給我 有沒有考慮過這方面的問題 主席 主席 幾個問題 就是以往我們的委員會 完全沒有籌金的安排 都是我們在本地找一些專家和本地人士 去給政府一個意見 我們從組之後其實是加重了他的工作 以及他做的範疇 我們亦都在策略上 我們希望將自資專上界別和資助界別 將他們兩邊的地位都提升 所以連負責的委員會 我們都希望他們可以看齊 所以我們今次的提議是在本地的委員 我們都會好像在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加回215元給他 同一時間因為我們也找了兩個可有的教授 在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裡面 也都有可有的教授過來給我們意見 他們也都是用同樣一個方法給他一些籌金 所以我們今次的建議 也都是在自資專上教育的委員會裡面 這些海外的專家 我們同樣給他這個籌金 至於其他他每次來開會的費用 我們是會安排的 我們的委員會的秘書處是會跟他們安排機票和酒店 是不需要在這筆錢裡扣的 而是另外我們會幫他付的 至於說 那個銀碼 譬如我們現在16萬4500元 究竟是多是少呢 我覺得都根據我們在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跟那些海外的專家或者會員去談的時候 其實都得到回來 大致上都覺得可以接受 其實也不是說買一個什麼服務 而是只是一個表達一個心意 因為這些專家其實都是可能是大學的校長 出名的大學校長 你也都很難計算一個數目給他究竟是多少 至於說會不會隔得太久 我們會盡快 希望可以盡快拿得到 他們都明白理解 陳凱欣議員 好 主席 麻煩 看到文件裡面 其實改造之後的自資專上教育委員會 就會成立一個質素保證小組委員會 我認為這一方面 其實可以填補了部分課程的質素 就是欠缺監管的政策的缺口 另一方面 我也覺得要提升課程的認受性 如果有這個小組委員會是一個好事的 但我又覺得一定要釐清 這個委員會和UGC 即是自資專上教育發展所擔當的角色 所以我想問一下局長 即是這個質素保證小組委員會 未來和UGC和評審局的角色和分工是怎樣的呢 以及他們之後如何合作 可以確保我們私立大學和資助學位的課程失數 不會存在太大的落差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關注資助的持續性 文件裡面也提到的 自資專上教育提升和啟動的補助金計劃的參與院校 就要承諾連續招收不少於指令介數的學生 即是核准項目的年期的兩倍 當局是否有甚麼計劃 如何確保這些課程呢 在取得資助金的年期介滿之後 他們長遠是否還可以持續發展下去 以及都是關於質素問題的 因為你說自資專上教育委員會 就會看各項因素去評核自資計劃的院校建議書 的可取之處 你們看那些評核和監察 會否針對日後僱主的認受性 因為可能聘請學生 都會給雇主的認受性 畢業生的就業情況 他們學習技能 或者他們之後再考取其他行業的認證 資歷等等 可以持續看到他們將來讀完課程的發展 可以持續和全面地監察課程的質素 麻煩你 局長 主席 在我們這個款項申請了撥款之後 我們當然會要求自資專上院校 就著他們辦課程的建議書給我們 在裡面當然會提到 譬如有一些專業資格的認可 或者他們一個評估 一些僱主怎樣看這些行業上的需要 去做一個建議書給我們 我們看的時候就會 那個專責小組的支援措施的小組委員會 會就著他們的建議 去看裡面是否切實可行 這個包括了有一個評估和他整個院校 本身發展的策略 他做這個課程的內容 以及譬如陳議員所說的 僱主的看法 市場上的反應 以及究竟長遠是否可以支援 來做一個決定 我們現在給這筆錢 主要是說有些課程在成立的時候 是需要多一些錢 無論是在儀器上面 或者在培訓上面 都需要一些開頭一筆大的錢 令到他之後 譬如收費等等 能夠更加貼近到 譬如學生的能力等等 令到課程長遠的發展更加暢順 所以這些都是在計劃上做的事 至於在質素上 我們的質素的委員會 其實是會跟VQ 就是評審局一起合作 當中我們也會跟UGC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有一些交流 令到大家整個界別的質素 能夠不斷地提升 配合社會上的期望 以及社會上的要求 下一位 黃碧雲議員 主席 我一直都很關心 自知專上院校的質素監管 這裡的撥款我沒有特別意見 不過我反而想問清楚 局長對於專上學院條例 第320章 以及教育條例279章 相關的法例檢討和修訂 有什麼進展 因為我們現在既然用公帑 去幫助這些自知專上院校 各種形式的資助 館校的管治 那兩個院校的管治 即管理的委員會或校董會 組成的民主化 以及教師或學生 或校友的校外人士的參與 究竟是如何組成的 有很多以前好像是家族式經營 可能根本上產生很多問題 亦有投訴 我也跟進過 所以這個撥款之餘 如何做好法例的修訂 令監管更加到位 確保學校的管治課程的質素 和校正的民主化 都能夠體現另外就是財政的透明度 因為這些可能是賺錢的計劃 究竟財務的透明度又如何公開 令公眾和政府議員都可以參與 局長 多謝主席 在香港法例320章的修訂 我們初步知道的自主專上委員會 他們已經初步討論過 也做了一些建議 現在的計劃是希望可以在未來一兩個月開始 在業界裏做一些諮詢 我們希望可以在下一個立法年度 因為今年也剩下一個多月了 我希望在下一個立法年度 是有一些修改的建議 提出來給立法會去考慮 當然距離一個法案可能還有些時間 因為我們首先一些大的問題 大的原則 我們也要跟立法會 譬如在教授務委員會裡面 作一些討論 然後我們才會進一步去做修訂 正話議員說的問題其實在去年應該是1月 可能是去年3月應該是沒有記錯的會議 其實已經表達過的 我們也知識 委員會也知識 所以在最後提出來的建議裡面 應該會有些提及 能夠做到什麼呢 就希望議員也要明白 因為他們都是一些自資院校 就是說他們自己首先的出資 以至於他日常的運作 完全都是一個自負盈規的模式去做 大家對他的要求 譬如在管治上面 一些架構上面的要求 或者不同人的參與程度 和一個資助界別的院校 希望大家明白 要接受是會可能有些分別在裡面 但是一個良好的管治裡面的因素 這些我們一定會在今次的一些 譬如我們預算320的改動裡面 是希望可以體現出來 而大家經常提到的 希望多些持份者的參與 這個我們希望在建議裡面 也能夠有適當的回應 多謝主席 下一位葉建源副主席 主席 這次提出的文件裡頭說到 改組這個自資專上教委員會 以及是一個保助金的安排 對於自資專上教育的界別來說 我想都是相當重要的發展 剛才黃碧雲議員提到法例上的修改 我們也有相當大的期望 所以我們希望看到修改法例的進展 實際上預計何時可以做得到 但是我想提到 自資專上教委員會的改組 對於自資教育來說 文件的描述似乎的期望是很高的 就是將它改組成為一個類似 有資助界別的 比如八大院校的UGC 大部份委員會 差不多的一個組織 這個組織 甚至去到一些非本地的成員 那個津貼 都是按照UGC的標準來計算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比較大的改變 但是無論怎樣改變都好 這個都仍然是一個自資界別 自資界別 就是說政府在資助的程度是低很多 那個介入的情況 也都沒有在資助的那個界別 那麼多方面這樣說 所以我就想問問 實際上這個自資的專上教育委員會 那個改組之後 那個運作方式 是不是其實跟UGC一樣 還是其實不同 如果不同的話 我們說回剛才那個 非本地成員的資助 那個酬勞 那個酬金 是不是應該同樣去參照呢 那這裡是不是需要 應該有一個清楚一點的表述呢 就是說其實這些非本地的成員 他的工作 來到香港的 譬如說假設開會的次數 這裡有提到的 但是他譬如說的日數 和他所做的事情 和這個UGC裡頭的成員 其實是不是接近 或者一樣呢 如果的話 我相信這個 那個酬金的計算 應該合理 否則的話 就未必完全可以參照過來 這裡其實不單止是考慮 這個成員的酬金 我覺得我也不是跟計較 他們的酬金問題 而是我想在這裡 去了解一下 究竟我們心目中 這個委員會 他跟UGC現在的運作 具體來說是一樣的 還是有什麼不同的呢 局長 主席 兩個當然是有些基本上的分別 大學資助委員會 是一個政府透過他 去將每一年 我們二百多億的資金 透過這個委員會 把它分到八間資助大學裡面 他當然在裡面 有一定的所謂的架構 去做那個所謂的問責性 大學要拿了政府錢 有一個問責性的要求在裡面 也是大學每一個要去財委會 拿錢的工程 他也要透過UGC 透過政府去做這些申請 跟專上現在的自資 委員會的工作當然是有不同 但是主席很快說多一句 那些委員在外地來的 那些大學校長或者大學教授 他們給的建議 或者給政府一些意見 那個要求其實都是這麼高的 大家都是做那麼多 因為實際上 就算在大學資助委員會 我們都不是叫海外專家 落手落腳去做些什麼 他有一個很大的秘書處幫他做的事 然後到我了 局長 是 我對你這個文件 那個撥款那裡 給我籌金的小事 我沒有什麼意見 但對於其餘那些撥款 我是很有意見的 因為你的資料 補助金計劃 我很有意見的 因為資料是不齊的 第一就是我要提出一個基本的問題 我記得這個自資大學 特別是2009年曾蔭權特首提出了教育產業 很多人去搞自資大學 甚至有天主教想在現在王后山那裡 整間天主教大學 後來福地拿來蓋樓 第一我認為教育作為產業是本活倒置 有千溫就做 沒有千溫就不做 在你文件第四段 這些所謂自資的大學 你已經投放大量公共資源 包括學生貸款提供土地 貸款做校園發展用途 學生有3萬元的資助 將補助金計劃擴展到自資界別等等 你已經提了很多 你現在葉建源議員教協的封信 還說不夠多 我還要給多些 這樣 那它還不應該叫自資大學呢 其實應該是半寶座大學 你的名稱都錯了 但是現在自資大學 現在到底有多少間呢 學生有多少呢 我知道有些只有四十幾個 現在加到八十個學生 有些只有百多個學生 即連中學都是更少的 迷你大學的 它實在可不可以全活呢 張炳良的報告 在今年三月 在去年三月 立法會討論過 政府接受過 都有說 有些較大的自資院校 將來可能要取消它註冊 因為它不可以持續 你可不可以承諾 這些所謂自資院校 政府的政策不可以長期靠補貼 來確保它生存呢 你可不可以回答我這個 我反對補貼 來資助一些不能夠成功的產業 主席 我們在第四段裏面提的 全部都不是一些經常性的津貼給學校 譬如它是需要有個校舍 譬如我們覺得它值得有個校舍 我們可能會拿些地方出來 透過公開鏡頭的模式去做 這些都是一次過的 就算我們這次說的 12.6億我們都說 如果它有些課程 是我們覺得社會上都有需要 配合它自己的發展 而這些課程本身 一開始成立的時候 是需要一些錢的 我們這些都是一次性給它 然後它繼續自己去做 在我們檢討法例320之下 我們是會看到一個機制 對一些不能夠跟隨它原先的承諾 做的院校 我們是會有一個取消 譬如它的課程 甚至是註冊的機制 這個也是回應當時在報告裡面 大家上年3月裡面聽過的 其中一個去保障我們整體的 自知界別的質素 其中一個 局長 張教授的報告我看過很清楚 在這個委員會也討論過 我記得張教授報告 因為那時候黃碧雲教授最清楚 根本是有幾批的院校去爭這個市場 一個是八大 一個就是八大那些 community college scope space 有人投訴他們不公平 因為有八大的光環 接著就是這些自知 所以張教授結論就是策略性的分工 就是我搞開的東西你就不要搞了 第二就是配合社會的人力資源的需求 如果我不夠職業治療師 你做多一點 那可不可以給我們這些資料呢 如果你給不到我的撥款 增加撥款 是給什麼院校做什麼項目 是符合張教授的報告 我是不會支持的 主席很簡單的說一說 我們現在還沒去邀請院校 提出他們的申請計劃 我們現在是希望可以在財委會裡 拿到一筆撥款之後 就透過這個委員會 收不同院校提交給我們的計劃書 我們根據這個計劃書 就好像主席所說 是看回他的策略 看回他的課程 究竟是不是社會需要 而最後決定究竟是否批錢給他 下一位毛孟靜議員 我想問清楚 不好意思 我有點混淆 現在我們說的要求撥款 是我們原先八大附屬自資的部門 就不關事了 完全不關事 不關事 OK 這個我要搞清楚 一句話 專上自資 我就有點亂了 對海外專家要付費 我覺得是沒有問題 我反而覺得本地的每次開會 215元 說到這樣 很根根計較 我非常懷疑你的administrative cost 比你真的要付出去的錢 真的 但這些都仍然是小問題 我就想問清楚 你們現在已經有沒有一個 輪廓大綱底線在 他來申請的時候的科目 你們會認為是香港比較缺乏的科目 好些 譬如是教人設計電腦遊戲程式 現在是稍微少的 我的理解 又或者是最熱門的那些 他們進不了八大 這些就不如做在這裡 說2019年最受歡迎的一些科目 就是護理的學系 你們有沒有一個底線是考慮的呢 這是我最大的問題 另外就是會不會說 因為現在本來說自資 現在有公帑補貼 我們收生會不會又嚇到 這些科目的主辦單位是嚴謹了 如果收生的條件反而會變相提高 以為要符合你們申請的規例呢 謝謝 局長 主席 其實自資專上界別 我們未來的發展方向 我們希望每間自資院校 在自己的未來發展策略裡 是有些範圍是專心一點去做的 不要說所有範圍和其他資助大學 我以為什麼都會有機會大一點 他看回自己現在的長處 看回自己未來發展的方向 他去定一些範疇出來發展 譬如會不會有些專門做醫療 有些可能做電腦科技上面的東西 這樣 然後有這個大的框架之下 他會看回市場上面的需要 他會有些計劃書給我們 譬如他想做一個什麼課程 有些課程其實未必需要很重的開發 或者開發課程的成本 譬如不需要太多儀器 都做得到的 這些他未必需要來我的申請 但譬如經常說醫療 他需要買一些儀器在這裡 而他開頭因為他是自資 如果政府沒有這筆錢給他 他發展這個課程是有局限的 他要不去外面借很多錢 或者將來要在學生的學費收回很多錢 所以我們這次計劃 譬如他們發展課程的開頭 是需要成本比較重 一次過的那些 政府就用這個分子去給他們一些錢 讓他們可以容易發展一些社會需要 配合整體發展的課程 而同一時間 是能夠將來 學生也不一定要在學費裡面 連這些最開頭的錢都要收回來 所以那個方向就是這樣 但是今天是未知道是哪一類的課程 因為這個要看院校自己想不想做 因為他有沒有能力做 跟他自己的策略配不配合 我們去評估的時候 或者委員會評估的時候 也要看這件事 以及在市場上的需要 以及他們的估計 下一位是陳志全議員 大原則我是支持政府撥款 給院校去開設更多的學位 的課程 或者去幫助院校 令到學生有更多的選擇 也可以減輕學生的學費負擔 我甚至覺得政府現在應該拿錢出來 是增加全日制資助學位 比今年因為疫情受影響 成績失準 令他們可以多些機會 多些課程可以讀 這個局長可以回去想想 但是今次說回這個計劃 我看這個計劃 現在拿這12億6千萬 最少可以有30項課程 可以資助 每項就是4千2百萬 我看21段 你說如果得到撥款 年底前就要申請 每年就接受申請一次 直至撥款用完 看完這段 我就覺得好像沒有什麼目標計劃 就是你擺一塊錢在這裡 大家喜歡就來申請 如果現在最少30個 如果一年申請 不用30個就明年申請 這個好像是很被動 擺了一塊錢在這裡 因為剛才聽說局長 他都沒有任何的盤算 什麼科 什麼方向 就說等院校和市場去決定 其實當你們推出這些計劃的時候 是不是心裏面都有一些微目 雖然你說不會定了 哪些科目或者哪些範疇 是你這次優先去資助的項目 但是 是不是這麼被動 要他們在這幾個月時間裏面 做市場研究 或者是他們一路以來 已經申請緊 或者舉了手想去開的一些新的課程 你現在趁這個機會 就要他交一些市場研究 或者一些業界說那個行業是缺乏人才 或者甚至要輸入的 那你就可以符合這個條件 給他申請這4200萬 你們是否好像完全沒有方向 沒有立場就是看委員會 他在這幾個月時間裏面 做得多少、批多少、批多少 謝謝 局長其實你已經有福稿了 有人跟你說了 你不如分享一下 是的 因為其實 第一 我們在每三年做的大學整體撥款裏面 就著開什麼科目 或者未來的人才的需求 是有些分析在裏面 我們也有把這些分析 會和自知界別透過日常的接觸 大家都會談的 還有我們政府 在未來經濟發展的方向 這個是大家看到 譬如我們在科技上的發展 我們在說一些物流上面的東西 或者我們在說一些醫護上面的東西 其實這些我們一直都有和界別去談 但是在這個計劃裏面 我們不會限死的 我們不會說由政府限死 你只可以是三個界別 或者是三類的課程 你才可以申請 我們的主動權 我們交給院校 去看自己的發展方向 以及社會的需要去提議出來 但是我們是在日常的溝通裡 就著我們整個社會未來的發展方向 以及我們看到現在人才比較短缺的 我們都會和他們日常都有交流 他們有很多建議 我們都有跟他們談 所以我們不會完全沒有方向 如果大家需要到我們去財委會的時候 我們可以把這些主要的 就是我們暫時看 我們不會限死他的一些看法 我們早點說出來 主席問了一句就是 你是看菜吃飯 還是跟這些方向 譬如如果多人申請 那當然是最熱門的那些 成熟就會批給他 但如果… 因為我剛才都說 你現在的30個課程 每年接受申請一次 你都沒有想著 一年一定用得完 如果有些比較次熱門的課程 如果是小人申請 他又能排隊 是不是他都有機會開設 我們會整體看的 因為如果你說 所有院校突然跟我說 一類很受歡迎的課程 我們都會擔心那個供應太大 所以我們都會在他發展方向 會有些篩選 所以不會說只是某類課程會拿走 我們即是像你說的 一些企業滿些 我們如果看到那個價值和那個需求 我們都樂意去做 張超雄議員 這個可以說是建立一個 迷你的大學撥款委員會 就去為一些自資教育 專上教育去提供一個資源 不過今次這個資源 即是12.6億 似乎是一次過 即是他們開辦一些新的課程 託試課程 就可以申請 有一個上限 就由這個新改組的自資專上教育委員會 裡面有再分幾個小組委員會去審批 這個概念大致上我都是支持的 不過如果說基本立場 我就覺得香港一早就已經有能力 為所有能夠讀專上教育的年輕人 提供一個免費的教育 這個其實可能我們談到芬蘭的時候 都一定碰到世界上很多先進的地區國家 都已經做到 這個方向現在是向著那裏 但其實都是有排未到 八大本身已經有一些資助的課程 八大也都開一些自資的課程 在市場裡都搶得很厲害了 但是八大的確未必是包括到所有的發展方向 在這個自資的… 我也不想用市場去形容 自資的專上教育這裡其實是有些空間的 這次我看到第一 這個似乎都是一個全職的學士學位課程 我就不知道包含不包括一些兼職 以及一些銜接學位 我覺得這兩部分都可能是被忽略的 過去一些的… 譬如在社工來說 有不少的社工其實是讀了一些叫High Diploma 他就想銜接回到這個學士學位 或者他是有個副學士 但是現在那些八大已經不做了 這部分的工作 其實因為那個成本比較高 他這些銜接學位 或者是用兼讀的形式 其實往往都沒有什麼大學願意做 現在剩下很少 我不知道你會不會都考慮 就是說你的策略 就是看市場的需要 經濟發展等等 但其實這方面 人本服務的發展都需求很大 我想第一 這部分其實你們是不是開放 第二就是 因為這也是一次性 如果你說UGC 你們的Trianium 每三年撥600多億 現在的12.6億很濕碎 相對來說是一個BB規模 對於這些自資的專上學院 你們有沒有其他的 我知道你過往有三十多億的總子基金 但其實他們要維持下去 有些基本的基礎開支 可能都需要你們去支持 這部分會不會有其他的考慮 局長 主席 簡單來說 我們暫時到今天 因為我們還是維持 自資專上院校 我們不會有經常性的津貼給他 所以我們這次也在說 在他申辦一個新的課程的時候 如果在開辦這個課程 需要一些比較高的成本的時候 他可以申請這些 在範圍裡沒有限 如果他開辦了課程 其中有一部分是 因為我們是資助課程 我們是資助譬如設施 所以如果你說有些是兼職 或者在職去讀的 其實也不會完全 不會說不給他 所以那個是看課程本身的要求 和課程本身需要什麼資源 我們去決定 即是銜接課程是否可以的 我想你去看他開課程的時候 他的建議是什麼 如果他本身開一個 已經是學校的課程 再加一些銜接的 如果他的設施已經買了 我們當然不會制止他 不讓他用 關於其他基礎的開支 我剛才說了 我們自資 暫時不會有計劃 有任何的恆常性資助 他叫自資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miss norma 你說自資 你不斷拿錢來立法會當提款基金 你是什麼 而且有些可能做不住 百多個學生 下一位兆家俊議員 謝謝主席 對於如何可以提升自資院校的地位 任何的措施我都是支持的 不過在文件第十二段 我理解和局長所說的 如果那些科目方向 都是比院後自主 我理解有些不同 在十二年那裡 寫得很清楚 補助金的計劃 將會主要是資助兩類 人力資源需求欣切的課程 一類就是職業專才教育課程 例如資訊科技 物流 創意產業 工程 建築 第二類就是專業為本的 學士學位課程 例如專職的醫療課程 說得不僅是一幅稿 這個簡直是張張明審 說得很清楚 我沒有所謂的 我同意的 對於這兩個走向 不過我的問題 第一個就是 這兩大類的 即是職業專才教育課程 和專業為本的學士學位課程 其實在八大的資助大學 都有相似的課程 既然都是這樣 那怎樣有區別呢 如果沒有區別的話 那些學生又怎會選擇自資課程 而不選擇資助學位呢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就是 如果局方的目標 是想將自資課程發展成為職業教育的話 我就留意到外國的職業教育有兩點特色 是需要考慮的 第一點就是 職業教育很多時候設立在常規教育系統裏面 就不是在自資為主的發展範圍裏面 而第二就是 因為職業教育要做的話 就以職場實習為主 再負以學習相關的知識為主 去加強職業的認受性 我意思就是說 如果要做這件事的話 無論是職業專才教育課程 還是專業圍本的學士學位課程也好 都要大量增加很多實習的職位的數目 這也是你們會考慮的方向 或者會鼓勵遠後發展的方向 謝謝主席 局長 謝謝主席 在職業專才教育裏面 的確是我們的方向 是希望在這方面多做功夫 配合社會的需要 我們計劃在下個月的教育事務委員會 我們都會就職業專才教育的 未來發展方向 會拿一個文件上來 聽聽各位委員的意見 其中一個方向當然 職業專才教育就是真的要多些 所謂在職 有些落手落腳去做一下事情 那種不是純粹坐在那裡 一些教授式的模式去做 但是中間如何去拿一個平衡 以及我們都要幫院校去慢慢發展這方面 以及要在商界或業界裡都要有參與 才能夠做得更加好 以及更加貼近社會的要求 這方面我們下個月會再談清楚一點 在那個文件裡面說 都是我們預期的 就是我們預期的 那個大方向是這類的課程 容易得到證明我剛才所說 就是社會市場上的需要 都是我們的方向 但是個別哪一個行業或者哪一個範疇 這個我們真的 我們大約會知道這些證員 我剛才所說 我們可能會在財委會的文件裡面寫得清楚一點 但是我們學校自己是可以有主動性去提議一些課程給我們 至於競爭和八大 但是這個是一直以來一個大家面對的問題 就是自資院校和八大究竟之間怎樣去發展 所以我們是要求自資專上院校 盡量去找一些精專的範疇 令到他可以和八大在某些範疇裡面都競爭得到 我已經畫了線了 所以對不起 謝偉傳議員、郭惠、郭佩帆議員都不可以問 還有葉副主席也沒有第二輪 蔣麗雲議員都不可以了 對不起 剛才已經畫了線了 現在就要問各位委員 同不同意將這個建議交給財委會 我有保留 我要教育局提供一些書面的資料 我會寫給教育局的 我本人有保留 同不同意 我們同意 好 現在我們下一項議程 就是向四所非牟利國際學校提供工程設備資助貸款 這個議程上個月來過的 一票支差被否決 之後我們也收到很多信件支持他們 有些已經交給各位 我看到交給各位就有加拿大商會的信 我也收到 這裡好像沒有派出去 加拿大總領事館也有來支持那間 Christian Alliance School 或者請局長解釋一下為什麼他這麼快又回來 這個議程有什麼迫切性 多謝主席 其實在上次委員會的會議上 有哪位想提問按制 我們已經提交了 希望可以在貸款基金之下 向四間非牟利的國際學校提供一個免式貸款的建議 大家都就著國際學校的政策 日常運作監管等等提出了意見 我們也就著大家的意見 上次提出的提問 提供了一些補充的資料文件 或者在這裡只是強調幾點 第一 國際學校對我們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 鼓勵一些不是本地家庭 或者是因為工作或者投資需要來香港做事 或者來香港居住的家庭 這個國際學校的供應是非常之重要的 這個是令到我們可以繼續吸引到一些海外的人才來香港 令到香港可以繼續成為一個國際的金融和貿易中心 現在我們的政策 就是我們如果發覺在國際學校的學位裡面有短缺的時候 我們是會提出一些 譬如空置校社或者一些土地 是透過一個校社分佈的工作 是給不同的辦學團體去鏡頭一些 扮一些非牟利的國際學校的 由於這些獲批土地或者一些校社 主要現在我們說的是土地 它是要去建學校的時候需要一些資金 而因為他們是不能夠用這些土地作為一個抵押 所以政府同一時間有一個政策 也是提供一個貸款給這些國際學校 讓他們可以支付工程費 如果他獲批這些免息貸款 通常他們在建的時候已經借了一些所謂商業的貸款 過度性的貸款 就可以拿來償還這些過度性的貸款 去減少利息的負擔 而這些省回來的錢 亦都會有利於將來的學校發展 以及對那些學生有利的 在國際學校的營運裡面 收費或者發展方面 我們都會有一個既定的監管的機制和措施 這次申請貸款的四間國際學校 一定要符合教育條例和規例 和其他相關法例的要求 亦都要符合我們跟他簽署的一些服務合約裡面的條文 包括了一些非本地生的比例 需要提供一些獎助學金 亦都要提交年度的審計帳目 交代清楚這些他們使費的用途 如果發現有違規的情況 我們是可以有權終止或者拒絕繼續這個服務合約 亦都收回校舍和土地 今年大家都知道在新型冠狀病毒病的疫情之下 其實大家都受到很多影響 尤其是國際學校 亦都因為受到那個疫情的影響 是有些非本地生的流失和明年 那個收生也都是 暫時看到比往年少 所以在那個財務上面 他們都是受到一些壓力 所以我在這裡希望得到各位委員的支持 我們盡快把這個貸款的申請 提交給財務委員會去考慮 主席我介紹到這裡 希望聽聽委員的意見 現在有九位議員想提問 我讀一次 謝偉傳、葉建源、朱凱迪、 我本人 邵家俊、黃碧雲、黃昭雄、蔡麗雲、譚文豪 對不起 張超雄 很對不起 張超雄、蔡麗雲、譚文豪 沒有我畫線 因為時間關係 第一位 謝偉傳議員 三分鐘 時間關係 謝謝主席 或者我簡單問一問 第一就是 對於這個教育多元化的發展 作為一個香港國際城市 在這方面 當然原則上是不會反對的 不過對於今次提交的文件 顯示第五段 根本第一就是政府批地的時候 你承諾了提供免息貸款 其實我覺得很奇怪 第一四間學校都建好了 那為何這麼遲才付錢 他又去借了商業借貸 做建校社 那無端端會不會多付錢 因為那裏政府給免息 我不知道那些 他自己去通過商業機構貸款 又會怎樣 這方面是 一會兒可能講一講 第二件事就是 我想了解 現在四間學校都建成的 它那個修生 是不是現在的校社 全部都用了 還是部份開了 因為你那個修生 它有顯示的人數 學生人數 對我相信有一個影響 對那個錢 你有沒有看過 因為基本上建造校社的標準 就是有定的 跟我們官校的一樣 這方面的情況是怎樣 我想知道一下 另外就是 你說疫情的問題 疫情的問題 會不會影響那個 會有很多非本地的學生 離開了 會不會短期內回來 謝謝 局長 主席 很簡單講一講 程序 其實我們一直的政策 都有給地 以及我們一直的政策 亦都公開 大家知道我們有一個制度 可以幫他們去問財委會 申請一個貸款 所以這是大家都知道的 用來給他建一間 如果同樣是這麼多學生 的一間政府標準學校的貸款 就是說我們 他可能多建很多東西 但是我們用一個標準學校去計算 通常的做法就是 我們給地之後 他自己籌錢也好 去銀行借錢也好 他會先建 他建了 收生之後 我們在這些時候 我們都會看看 譬如他是不是可以開始運作 他是不是一些基本的都做得到 譬如他收生的比例等等 是不是在一個所謂發展 就是在一個正確的方向做 然後我們看看情況 就會拿一個申請來 去財委會申請錢 申請了錢之後 因為他之前都會借了一些過度性的貸款 多數他們就會拿到政府的免息的貸款 去償還之前要給利息的貸款 所以其實都是間接地 我們是資助了去建建那間的學校 至於你說在疫情之下 那些學生會不會回來 我們要再看 因為現在在世界各地都有疫情的發展 都要看一看 大家不同人 如何去看不同地方的疫情發展 指揭局長 知不知道他們真的用了多少錢去建了後市 知道的 他們實際上每一間喜校社的錢 用了的錢 都比現在他問我們拿的貸款銀牌 因為他們很多都是比一間標準的政府學校 多建一些東西 下一位就是葉建源副主席 主席 今次國際學校的撥款 我首先要表明 我對國際學校整體的政策是支持的 我覺得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 我們需要有國際學校去處理 很多來自不同地方的專家 也好 投資者也好 他們在香港居住的時候 子女的教育 需要得到照顧 和鄭偉全議員也同樣有個問題 就是為何這次的撥款 這麼遲 導致這些學校 其實他可能已經交了幾年 相當昂貴的商業利息 如果能夠早些來到 申請說會不會好些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就是上次我也交了一份信件 給委員會 其中很重要的關注就是 我們在過去發生過一些個案 似乎有一些國際學校 他們的財政可能會通過一些 母公司等等 他雖然是一個非牟利機構 但是他的母公司可能是一個牟利機構 或者也可能有些情況 會通過一些服務費等等 將他裏頭的財政轉移了 這次我們是否有一個制度上的保證 能夠確保這些錢 轉到另一些地方 是不會再發生的 這個制度保證是如何能夠體現得到 我希望第二個問題能夠回答得到 第三個問題就是 有關當中 很多學校都有所謂debenture 就是債券 又或者capital levy 所謂工程徵費 有些費用相當高 但是現在政府主要是監察學費 對於這些其他徵費 其實是沒有監察的 我們跟一些國際學校談過 他們其實覺得在起學校 他們當然需要這些費用 但是其實起完之後 是否這些費用是可以減低的呢 在這方面 教育局是否能夠監察到這些債券 或者提名權 或者工程徵費等等的費用 令到我們國際學校不一定 全部都是超級貴族化的 局長 知識在其他收費方面 我們下一個學年的收費 我們會要求所有私立的學校 都要向我們作出一個申請 但是因為過去 以前的債券那類 是一個比較 學校和家長或者其他人士的 一個私人的財務安排 我們那時候的看法是覺得 我們沒有一個直接的參與 但是現在有建於不同學校 都發展了很多類型的收費 所以我們這次會一次過 要求他們提供一些資訊 以及申請給我們去批准 但是要將現在在社會上 這麼多學校不同類型的收費 要整理一個合理 而設合不同學校的現在的需求 我們都需要一些時間 但是起碼我們會開始 要去做一個批准的模式 至於其他日常各開支的洗費 我們有一個既定的程序去申請 它的確有些學校 是跟一些相關的學校 例如有些是跟英國 或者他自己本身地方的一些學校 提供一些服務給他 例如在課程上的服務 或者在員工培訓上的服務給他 給他支付費用 這些是有這個情況 但是譬如我們這次知道 我們這四間院校 那個百分比 都是大約由1%至5%下降 所以我們看那個百分比 也不是太令我們擔心 但是這件事 會是其中一件事 我們會去看著的 至於是葉副主席說的 會不會將香港賺到的利益 回到自己老家 你沒有答案嗎 因為他們 主席 因為他們都是飛河裡的機構 所以無論在章程中 或者在要求中 他們都不能透過任何派適 花紅或者其他模式 將他在香港 在這個運作裏面 得到的資源 是分配給他那些 他們叫做Members 即是他那個機構的委員 現在我們有一個郭榮鏗議員的議案 我已經分發給各位 所以也要預留時間 處理郭議員的議案 下一位是朱凱迪議員 是 麻煩主席 有三個短問題 第一個 就這樣聽下去 就覺得跟海洋公園幾次 即是你借了一些私人的錢 現在當然局長說有機制 現在但怎樣也好 就是政府有一個免息的貸款 還款年期相當長的 就讓它可以掩蓋部分的數 局長有提到他們最近的生意都不是那麼好 或者疫情 或者長期來說 他們經營都未必是真的那麼理想 如果他們沒有錢還的話 那政府會怎樣做呢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 政府一回答葉建源議員的問題的時候 都提到這四間的學校 在1920年其實他們那個非本地學生人數 有三間都是70%以下 有一間宣度國際學校只有50%左右 都是低於局方設定的70%的標準 局方就在說 我不會將個別他們跟我們 他答應了最低的非本地生的比例說出來 但如果你定了七成是最低的線的話 它只能夠高於七成而已 即是說他們的相差和現況可能是更加大的 這個想請局長去說明一下 第三就是我其實對於國際學校一個最大的質疑 就是說當他是收本地生 但是他現在局方的答案就是 本地生那裡 那其實為什麼可以給他這麼大的收生彈性 就是因為有些本地學生可能因為家庭背景 就需要這些選擇 基本上就是政府是肯定這種貴族學校的存在 那我覺得這件事是不合理的 就是政府給了這麼多錢 你借錢給他免息貸款 但是你所謂換回來的本地的學生的學額 就變成了一種貴族才能夠讀得起的學校 那這個我覺得是不能夠接受的 謝謝主席 主席 就是在香港我們支援國際學校的政策 是透明的 我們一早說了我們會有些情況之下 我們會批地出去 我們都一早說了如果他拿了一塊地之後 去起校舍 我們是有一個貸款的計劃 是給他們免息貸款 當然這個要得到財委會的支持 我們才能借出去 所以這個現在的申請不是給他填什麼數 而是第一天他已經只有一個這樣的計劃 他現在是利用我們的政策 有需要去申請這些錢 至於你擔心那個 譬如說那個百分比 就是說究竟他能不能夠做得到 在短期裏面 我們不可以有時候見到不同的國際學校 都有這個問題 我們看的是一個長遠 就是說尤其是在開頭幾年 是有少許困難 不可以在第一、第二、第三年 立刻可以達到那個標準 我們都容許他有幾年的時間 慢慢追蹤他原先在投標裡答應 我們能夠達到那個百分比 至於說疫情的影響 當然會對他們有影響 所以我們都想盡快幫他拿到那筆錢 如果他們萬一還不到錢的時候 我們在跟他簽的一個貸款協議裡面 是會有機制令我們可以問他拿錢 或者是將他的校舍或者其他資產 政府可以接收得到 又多了一個議員的議案 應該是張超雄議員的議案 已經分發了給各位 我也要再補提醒各位 因為今天和剛才的項目都顯示了一些金錢 所以根據議事規則83A規定 如果委員就這次處理的事業 有任何直接或者間接金錢利益 應該在發言之前披露你們利益的性質 表決也是 下一位 就是柯本人 主席 我想問問你 這裡有四間國際校的申請 一間是加拿大背景的 這個Christian International Alliance 加拿大總領事和加拿大收會都很關注 寫了很多信禮 推廣他們的Alberta curriculum 就說水平很高 我們葉建源副主席就很欣賞這個芬蘭的模式 Alberta curriculum有什麼特色呢 我知道French International School 是否教法國的學製呢 其餘Srewsbury和Molvern 又教什麼學製呢 你覺得和芬蘭的模式有什麼分別呢 可能他沒有那麼快樂 為什麼那麼多人想去讀呢 另外那兩間就是斯貝利和密爾文 是英國的課程 主要跟英國那邊的課程 因為他們和英國有兩間學校都有一個連繫 無論那個課程還是什麼 課程之間的比較 是一個挺難的問題 因為他們有自己不同的背景 如果你要很理性去分別 我想每個課程都有去不好的地方 但是在我們的制度之下 我們拿一個地方出來做一個公開 給不同的學校去投的時候 我們只要他滿足到當地的一個認證機構的要求 即是課程是符合當地的水平 而我們看回他其他的整體的隔壁質素 我們會用一個公開鏡頭形式給他 給他之後 究竟他能否吸引到 例如Helbert 能否吸引到那些人去讀 那就要看其他在社會上 究竟他看譬如香港有多少加拿大人 是過來做事或者讀書 他們想讀這個課程 香港或者自己有多少人 預備去加拿大讀書 會去到Helbert那邊 用那個課程去讀書 他們自己會做一個這樣的考慮 如果是一個不受歡迎的課程 或者是沒有什麼人願意選擇 自自然而言 他不能夠達到… 局長有時間的關係 French International School 開到是不是第四間 這個… 第幾間這間一定… 第四間 第四間 我假設他是用法文教的 他有法文的課程 但是也有一些國際的課程 這個Helbert curriculum 性質是高水平 他教法文還是英文呢 你知道加拿大有些是法語的 我的理解是英文為主的 你可不可以稍後給Helbert curriculum 讓我參考一下 下一位就是邵家俊議員 謝謝主席 我看一些資料 我留意到原來在2012年2月13日 教育事務委員會 通討過這個議程 當時主要是探討 這些國際學校的學額分配不均的問題 我第一個問題是想問一下局長 就是現在這四間的國際學校的擴建 是怎樣可以解決到呢 多年來 那麼多年都積存了現在的 國際學校學額分配不均的問題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 當年討論的時候 其實也是這樣說的 當年一、二年 就說經濟下滑 要吸引外資來香港 所以國際學校有助外資家庭來香港 就用這個邏輯去興建國際學校 那麼現在這個邏輯 繼續在今天的文件裏面 但是呢 背景是真的有點不同了 除了是疫情之外 最近又說了沸沸揚揚 國安法又來了 標準普爾也表明不排除 下調香港的級別 那麼也都有外資銀行呢 提早呢 退租IFC 這個都是發生了的事 那麼就很多 很有可能呢 很多外資都會撤資 那麼他們對於國際學校的需求呢 也都可能隨之而下降 那麼我就想問一下 這次局方表示為四間國際學校提供免息貸款 而局方也都在這次的討論文件 第七段裏面呢 就表明了 疫情是會令到非本地學生退學的 對國際學校的收入也有影響 那麼當外資流失 疫情影響收生 這些問題一 同一時間出現的時候 局方有什麼理由相信 這些四間學校 收生的情況是不受影響 並且具有良好的還款能力呢 謝謝主席 局長 主席 我們在幾年前 批這個土地給四間學校的時候 或者我們拿四個土地出來做一個分配的時候 當時我們做過一個國際學校學位的研究 是發覺我們當時有4200個短缺的 我們當時是有建於有一個這麼大的短缺 所以我們拿了幾個地出來 是給學校去投標而去做 當然他們陸陸續續完成了 在這段時間也開始收生 那麼現在這次在疫情之下 是的確對他們收生構成了一些壓力 但是這個究竟是一個長遠的壓力 還是一個短的 只是一個很短暫的壓力呢 這個我們要花多少時間去看 由於國際學校是自負盈規 如果議員說最後發生 就是說很多人都走了 例如你這樣說 雖然我不相信 但是他如果收不到新的時候 他自然就要考慮結業 這個就會是那個結果 到時的地和校社就會有 我們和他之間大家談好的處理方法 黃碧郡議員 主席 其實我們也會有點擔心 國際學校的學額需求估算 會不會是因為現在香港的不僅是疫情 而是政情 政局的動盪 令國際學校的學額需求下降呢 如果他的需求是下降的話 我想問的相關問題就是 現在就國際學校那裡 非本地生是佔74% 然後本地生大概是26% 我也想問一問這個所謂修生比例的標準 文件都有提 其實標準是否就是現在的現狀 大概70多%對20多%本地生 如果那個外地生 即非本地生的需求下降的時候 你這個標準是否會上調 是令到它可以吸納多些本地生 而相關那些本地生 它不同階層的 可能它是有給不起錢讀的問題 而需要更多獎學金 我想問一問局長這個標準 修生學生的標準的比例 是否會浮動 視乎非本地生的需求 局長 主席 現在我們說國際學校 我們最新的 因為不同時期成立的國際學校 以前的國際學校 是沒有這樣的規定的 在2007年開始我們有五成 2009年我們說七成 所以到今天來說 我們說起碼有一個七成 2009年之後成立的國際學校 會有一個七成的規定 這個是寫在我們和它的服務協議裡 所以在正常的情形之下 它是應該要去遵從的 當然如果你說個別學校遵從不到的時候 它的背景是什麼 什麼原因是什麼 我們願意大家去談 但是在目前來說 如果大家說到 真的有一天 沒有一個國際社會 沒有一個需求 在國際學校裡面 沒有一個需求 作為政府 我們要想的是 我還要不需要有國際學校 所以我想看到有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會再去做一個思考 但是我覺得 在今天來說 我看不到我們需要去做一個這樣的研究 因為我暫時看不到我們 一個長遠來說 一個國際社會 會不再來香港做生意 不再來香港投資去做這件事 所以我們但是 正如議員所說 有這樣的需要發生了這些事的時候 我們當然會去看回整個 對我們教育的影響 對國際學校的影響 那這個非本地生 那裡有沒有再拆分是來自國際 即是 overseas 還是 mainland China 我大部分 絕大部分是非國內的人士 這個也是跟國家的政策 也很少情況下 會讓中學生出去讀書 還是持有外國護照的 是的 可能是 下一位張超雄議員 主席 這些似乎是一些貴族的學校 你怎麼看他們要求那些所謂Depentures 都在說幾十萬 一般學生的確未必去到這些國際學校 而我們正在用公帑去貸款給他們 免息 我們就要想一下這些公帑 是否符合我們教育的原則 第一 我們看到過去有很多 外面來的一些在香港工作的朋友 即是所謂Expatuates 他們如果有殘疾的小孩子 在香港是很難找到一些英語 或者國際學校 現在我們譬如說 整個你環顧這麼多間國際學校 是只有一間Sara Rowe 是專修一些殘疾的兒童的 至於其他的國際學校就個別了 我發覺這四間國際學校似乎沒有特別 會去收取一些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這也造成其實我們香港的競爭力是差的 有很多海外的行政或者其他專業的人士 因為這件事他們是不來香港 或者他在香港發覺來了之後 他沒有辦法為他的子女爭取到教育機會 他離開 我是知識這些事 我們也跟進了很久 這個部分我覺得是很嚴重 就算是來了香港 譬如我們請了很多教育 他們的薪酬不是那麼高的 他們想把子女放進一些英語的學校 其實都非常困難 他們根本就負擔不起 所以這些貴族學校 他們本身都收了這麼多錢 就是那些Dibentures 其實我們有免息貸款給他們 是否應該要求他們 為這些人士提供一個教育機會呢 還有就算本地的一些小數族裔 他們也可能未必收入那麼高 他們只能夠在一些本地的學校選擇 本地的學校未必差 但如果他想去一些英語的學校 國際學校 其實我們是否應該都給這個機會 他不是因應他的經濟條件 就令到他永遠都不可以 讓孩子進入這些學校呢 所以我覺得是否你們都要考慮 當我們運用公帑的時候 這些政策的原則 都要這四家學校 或者任何國際學校都應該跟隨 主席很快 如果在他的制度下 每間學校都會預留在他收的學費 10%作為獎作學金 如果有些財政上或家境上比較困難 其實學校是會提供到一些財政上的支援給他們 至於特殊教育需要的同學 我知道不同的學校本身都有一些計劃 去幫助一些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當然這也要看回他的程度去到哪裡 因為你在一個學校共融的環境裡 有些是做得到 有些可能在照顧上是相對困難 但是以我所知 學校是沒有一個說 有些我一定不收的一個政策 所以這個是要看回 實際收生的時候的情況 而提供一個服務給他們 主席 請他提供那四間學校 過去這幾年他在獎學金方面的治療 譬如他設立了多少獎學金 他發出了多少獎學金 有多少學生受惠 請他提供 還有融合教育 其實它不包括這些自資的學校 這些不算是直資 但這些學校在現在的融合教育政策上 是不包括的 我覺得它應該包括 可以買 各位委員 我們的發展應該是開到12.9 因為現在還有兩位議員排隊 還有兩個議案要處理 所以我要延長15分鐘 葉議員對不起 你的分欄要下次談 因為很多人問也有 你也有議案 現在下一位就是蔣麗雲議員 謝謝主席 主席 我想問問局長 我們過去有些國際學校免息貸款 我們也要付過 我想問現在來說 還有多少學校還欠我們錢 而他們還未付完 有多少學校已經清了 平均還款期大概是多久 局長 我知道除了這四間 我們有三間學校還欠政府錢 全部還款都是10年 即是我們訂了還款期的10年 最近因為疫情 我們是將現在借錢的 我們給了兩年的寬限期 所以那三間學校 是會多兩年的 即是他們還了 但一直還的 一直還的 一直還的 即是PARATA還的 不過近期可能守緊一點 可能 這兩年 接下來的兩年 我們是不用他還的 因為疫情對他們的影響 另外我想問一下 其實他們給你貸款 我知道到時候 他們收學生的時候 有收debenture 那些債券 其實這裡有沒有一些保證 萬一一個學校經營不善 執了debenture 就沒得拿 固然的學生、家長 一學眼淚 同樣的情況 就是我們納稅人借了錢給他 我們一樣沒得收回 主席 在我們跟他簽的借貸協議裡 我們會對政府 即是我們現在借錢給他 是有一定的保障 包括我們可能會把他的資產 我們會有一個 有什麼資產 地是你 學校也有很多資產 不是一定什麼 什麼資產 儀器各樣東西 我們都可以拿到 地是你的 那些不是我們給的 那些全部他們自己 地是一元 你租給他 通常是一千元 那些地 我要拿回 校舍是用他的錢給他 校舍是你借錢給他 校舍是你借錢給他 設備、儀器各樣東西 都是他自己用錢給他 沒有啦 沒有用值錢 局長 不要安靠自己 但是議員你明白 我們現在借給他的錢 是低於他去建學校的錢 如果我們是可以把校舍 低於多少 最後收了 間間不同 平均呢 有些就 譬如有一間大約6億 我們借5億給他 有一間他也是6億 但我們借3億給他 所以間間是有些不同 所以我覺得過往的經驗 和我們看回他的運作 我們都有信心 他們可以繼續營運下去 而萬一有什麼事 我覺得政府的財政都是受到保障 譚文豪議員 怎樣 講現遲15分鐘 是嗎 但你又說到葉建源 我不知道之後是怎樣 我們現在是 我畫了線 對不起 我知道你畫了線 我不是想說話 不要緊 不說話不用死 我都不會出來扔臭 但是我只是想問你 表決完 這裡又有些臨時動議 那是不是再去講葉建源 不講的了 那個要下一次 即是葉建源那個已經不講了 要下一次 因為我聽不到你說葉建源 根本是甚麼 我跟副主席說了 不夠時候 你跟他說我聽不到 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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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個項目 第五個項目 說不到 譚文豪議員 謝謝主席 申報一下 我小朋友讀宣導會的學校 不過不是這間國壽學校 只是他的群組 這個問題 其實我不知道局長 有沒有留意到上次為什麼會否決 其實最重要是因為Depenture的問題 就是所謂的學校債券 我看到你的補充文件 就簡直是沒有提到這件事 我不知道你是不知道 還是不想說還是怎樣 好了 我給你一些資料性 四間學校 譬如法國的就校 Depenture是9萬元 相對來說不算很貴 但是另外一些 譬如師貝禮 就20萬或者30萬 看看你想要什麼 主席 宣導國際學校就貴一點 都挺貴的 其實56萬 墨爾文更厲害 網上是沒有資料的 你問我吧 我先回答你 在一個這麼不透明的制度 這些債券 是不是合理呢 第二件事 如果你不給債券 就給另一件事 就叫做工程徵費 工程徵費就沒得拿回來 你可以看它的價錢 很誇張 譬如 墨爾文 如果以小一 其實它的學費 17萬左右 它的工程徵費 是4萬2千元 就是說等於它的學費的四分之一 如果你看這個師貝禮 17萬7千元它的學費 但是它的工程徵費 是5萬元 接近它三分一至四分一的學費價錢 教育局上一次答到我們是怎樣呢 就是說 學費教育局就是有份批的 就是你可以決定 它不可以開天價 雖然其實也很天價 17萬公斤那句 那你也是可以叫做監管 但是債券和工程費 你上次的說法 就是說這些就是家長和學校 他們自己的協議 教育局就不理 那是不是可以不理 因為你是局比的 那如果一些外國來香港的人 他不代表有這麼大的錢 來買這些債券 是不是 你也是想去讀書 就算他有這樣的錢 他是不是全部都睡了身 丟掉下去 尤其是一些年輕的 只不過是高收入 不代表可以儲到一大塊錢 來香港 在這裡 教育局會不會承諾 是會檢討這一種的債券 和工程徵費 令到教育局不要變了 不過你是管不了他 因為問題是 他只不過是把一部分的錢 變成工程徵費 你會不會檢討 或者是在這次這四間學校 跟他們簽訂一些協議 將他們收到政府這筆資助之後 他們會減這些工程徵費 局長 多謝主席 其實四間這次申請免息貸款的國際學校 有關收費和其他收費的資料 上次我們給葉建源議員答覆裡面 其實附件三個都有寫出來 我可以在這裡和譚議員說 其實我們是著手就著國際學校的一些其他徵費 是在做一些工作 譬如我剛才也說過 在接下來的收費 即是2020至2021年 的學年裡的收費 他們是需要提交給教育局做一個審批 但是因為過去這麼多年 我也在這裡希望各位議員明白 每一家國際學校這麼多年的運作 都有一些不同 以及如何用 去收回來這些所謂的債券也好 一些工程徵費也好 都有一些不同的用途 有些用了真的做一個工程 有些可能是資助了另外一些 有些可能在將來做維修的時候 一次過要拿很多錢出來 所以我們是要很仔細地和每一間學校去談 所以我們在開始一個適當規管的程序 我們在做 但是每一個數目的完全的合理性 或者比較或者背後的理論 我還需要一些時間經過和他們討論之後才能疏離 但是我可以答應譚議員 這個是我們接下來的方向 這些我們是接受的 這個是我們要去看的一些收費 所以我們也希望將來是有一個比較統一的方案 去做一個批准這些申請 好的 那我們的問題就問完了 我們有兩個議案要處理 一個郭榮鏗議員的議案 鄭議員怎樣 投票怎樣 夠不夠 夠不夠人 美主我先說完 不好意思 首先我裁決這個議案 是跟我們今天的討論議題相關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要處理 要投票決定處不處理 那郭議員又插了兩個字 給你讀一次 那就要機命 是嗎 是 我的議案的措施就是 本會促請政府當局 再向非牟利國際學校提供 免息工程設備資助的貸款條件中 加入規管校方的收費上限 以受規管的收費項目包括 但不限於學費 債券提名權 工程徵費等 以防止學校向家長濫收費用 讓不同階級的家庭 我是插了非本地那幾個字 讓不同階級的家庭 也獲得優質國際學校教育 本會也促請教育局全面檢視 促進國際學校發展的政策措施 以未免教育貴族化 令更多家庭和學童受惠 那要不需要記名表決 各位 記名 不用打鐘 不用打鐘 有沒有議員要求打鐘 打鐘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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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議員 我想問清楚現在是否處理這個議案還是 處理這個議案 知道 處理這個議案 resume Mach Dank 付了 聲明 員 及 講 感谢观看 韩徐太郎 协论 协论 好 好 请各位准备投票 快點了 坐回你的位置 現在開始表決 顯示結果之前請各位核對你表決 現在停止表決 顯示點票結果 14票贊成 4票反對 我宣佈這個議案通過 我們會處理 我們現在要再將這個議案表決 我剛才看到有五個交叉 紅色交叉 現在關掉了 可不可以再顯示點票結果 我有沒有看錯 可不可以再顯示一次點票算 我看到是紅色交叉 好 不好意思 但沒理由 為什麼我看到五個 我叫同事看 是 第二個 不好意思 再來 OK了 是吧 下一個 下一個 那個結果 或者秘書再說 再因此出來 OK 記得我剛才看過 是多數贊成要處理的 我們現在就這個議案要馬上表決 不過我們已經接近1點鐘了 我們就有一個議案要處理 我們還要處理 將不將這個文件交給財委會 不用打鐘 學到都不夠時候 可不可以加15分鐘 處理完這個議程 就散會了 不是啊 那我們要處理這個文件 交給財委會 盡快吧 盡快吧 好嗎 這直你可以不用打鐘 好了 不需要記名表決 好了 我們現在是否要表決這個議案 大家贊不贊成 立刻表決 主席還有一個問題 還有另一個臨時同意 那要處理嗎 那當然要處理 那要處理 要打鐘 那又怎樣處理 可以不打鐘 如果大家同意 那不是有同事要求打鐘 又要打鐘 是嗎 是嗎 那大家想怎樣 想過啊 想不過啊 我 喂 大佬 我正在說話 你不要這麼大聲 好嗎 不如這樣 尊重一下可以不可以 不如這樣 如果大家同意 我extend 15分鐘 處理完這個項目為止 如果快點處理完 就散會了 是嗎 好嗎 大家同意這樣 好了 現在要表決 郭榮鏗議員的議案 我們剛才說了處理 按鈕 各位 不用打鐘了 按鈕 大家表決了沒有 那現在顯示結果了 十二位贊成 零反對 五棄權 我宣布郭榮鏗的議案 是獲得通過 我會交給教育局處理 那第二個議案 就是張超雄議員的議案來的 請張超雄議員讀一次 好的主席 本委員會促請政府當局 向非牟利國際學校提供 免適工程設備資助的貸款條件中 加入規管校方 必須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提供融合教育 不能因學生的殘疾而拒收 校方也應設立足夠的獎學金 讓學童不會因經濟困難 而失去優質教育的機會 我裁定這個議案 亦與今天這個議題 國際校議題相關 所以我們現在先要表決處不處理 請各位在你的座位表決 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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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票 不用打鐘 是吧 核對你的結果之後 我們就停止表決 如何顯示結果 15票贊成 4票反對 0棄權 那麽 那麽 議案是獲得通過 是會被處理的 那麽我們現在亦都將 張超雄議員的議案 是交給各位表決的 贊成的請按一下 就是 現在作出表決 請你們核對之後 我就顯示結果了 結果 十八位出席 十五位贊成 兩位反對 0棄權 那麽我就將這個議案 亦都交給教育局處理 那麽跟著呢 我就要處理這個國際校的項目 就是大家贊不贊成 將這個文件交給裁委會 達譚議員 主席 上次反對的理由 就是因爲有debenture的問題 教育局可不可以承諾 你真的會搞這件事 否則這次又反對了你 教育局是否會提供資料 那麽我都說了 我們現在會著手去處理這個問題 是 那麽好了 我再問各位了 讚不贊成 將這個文件交給裁委會 是否一致贊成 那麽好了 那麽交給裁委會 那麽我宣布散會了